造型也是一股一惊 大陆男星杨阳 她所主演的微微一笑很清诚 这部戏在网络的点击量 是破160亿次 人气真的很高 所以她获得了一项年度人物的大奖 但是拍摄星系一直被传不够敬业 剧组被迫找替身等等 经纪公司帮她解释 杨阳自己也首度出面回应 大陆人气男星杨阳 因为拍摄芯片 舞动乾坤被爆出 拍戏不敬业 连续三天都有替身代替演出 虽然经纪公司已经代为澄清 不过她21号出席优酷盛典时 也首度回应网络谣言 男神以高EQ面对外界质疑 赢得粉丝留言支持 其实她所主演的电视剧 微微一笑很清晨爆红两岸 也让这部电视剧 在网络点击量突破160亿次 更让她获得年度人物大奖 还让我能够收获今天这份荣誉 微微一笑的成功 凝结了很多人的心血 杨阳被称为流量大神 不止拿奖更是戏约不断 可能就是树大招风 遭人眼红 才会有如此多的流言蜚语 因为被指明的大陆陷入艺人 还有这几位 李一峰演出戏剧麻雀时 就被传同时嘎两部戏 大量使用替身也被网友抓包 他也同样大气回应 讲完更比出一个页 帅气回应替身谣言 粉丝全都力挺到底 当然还有被指有颜值 没演技的小鲜肉 还有前EXO团员陆寒和吴亦凡 这四大小声在大陆 可以说是炙手可热 只要有他们的参与 不管是演出 客串 或是现唱主题曲 都铁定大麦 真的很难不让人眼红 TVBS新闻追风 你只会综合报导